弟子在半年前才体会念阿弥陀佛 但心底虽有福 但却环慧着相 无法一心念佛 而且有孤独感 学佛之后 反而所造的罪业深重 而对母亲会有恶口恶念头 母亲心理病很重 所想的是负面 不知如何开导母亲 母亲不念佛 弟子是佛 还是拜八十八佛 良皇宝餐 及过年三千佛等 弟子早晚用念佛方式 每一天没有定念多少佛 拜多少佛 弟子欲似和自己念头 不知有正知真见实 没有善知识 帮弟子解惑 这个问题多听经就好了 所以多听经比什么都重要 你不听经 不明佛理 修行都是盲修下令 你所得到的 确实都是佛念 常常听经 理论 四项明白了 你自然就能够减少过错 这个这一点很重要 啊